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来到恩宠快讯 接下来由我跟各位播报下周的信息 下周六日的信息 是由刘伟茂牧师带来的 一个求起式的祷告 得胜的秘诀 我们在祷告时总是不得其门而入吗 不知道该如何向神求 也不知道该如何听见神的声音吗 该是我们改变旧有祷告习惯的时候了 让我们用心学习一个得胜的祷告 重新找回与神的连结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讯息 一个求起式的祷告 得胜的秘诀 7月23号就是案例典礼了 还记得去年的这一天 我们在神的面前受高默 让我们有力量牧养 有权柄之礼吗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在那一天我们一起来到教会 共襄圣举 祝福自己的领袖 同时也要接受祝福哦 我愿意按着神给我的恩典做主缘的榜样 我愿意遵行圣经的教导 带头行各样的善事 牧养主缘 建立主缘成为小组长 你默默地为对方祷告祈求 对方感觉不到 我认为我是做给上帝看的 即便得不到掌声又如何呢 上帝借着每一只羊在调整魔朔我的生命 现场三四个人到现在线上 从一组到两个小组感谢赞美组 后来我也听师母曾经说 齐文小组都是自己生自己养才会这么兴旺 那这句话就激励了我 我逢人就传福音 所以学习牧养这条路 以及说是一种挑战 更顺确的形容 这是让我的生命得着祝福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变 HAPPY DAY 你吸进我的醉 OH HAPPY DAY HAPPY D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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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已經報名8月28號 30號的幸福研席會了嗎 這一次福氣教會要分享的主題是 看不見的更關鍵 想知道在我們傳福音和落户的過程中 哪裡卡住了嗎 裡面肯定有很多看不見的因素在影響著我們 所以如果想要學習如何喜樂的傳福音 輕鬆的傳福音 有效的傳福音 記得一定要趕快找你的小組長報名喔 7月8號 7月9號 學青為大家準備了一場暑期營會 inspiration 心火燎原 這個世代的學生青年 時常會感到迷惘 或者是找不到未來的人生方向 其實上帝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都有一個美好的命定 我們所需要的是讓神在我們心中點燃一份熱情 甚至是透過這份熱情去感染拯救身邊需要的每一個人 所以各位家長們 不論你的孩子現在是面臨什麼樣子的困難 他都需要神拉他一把對嗎 公本費原價500 早鳥假只要300 6月20號早鳥假就要截止囉 趕緊幫自己的孩子們報名吧 學生的暑期營會 inspiration 心火燎原 師父 喂 女士 突然 I'm not gonna live by what I see I'm not gonna live by what I feel Deep down I know that you're here with me And I know that you can do anything Through you I can do anything I can do all the things Cause it's you who gives me strength Nothing is impossible Through you 最後讓我們一起跟左右兩邊的人說 手機靜音才專心 我不聊天認真聽 準時崇拜好處多 喜樂平安在恩寵 恩寵快訊我們下次見 Bye Bye Bye